抗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癌症患者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难题 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等 身体上的疼痛可以喝药上课忍耐 精神上的孤独往往最可怕 得了癌症我很无助 这是很多癌症患者的心声 如果每位患者的背后都有一支专业的服务团队 获得医疗和心理各方面的救助 抗癌之路会不会更容易一些 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除了这样的运动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 我们还要做我们的考虑 社会性的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 所以患者的一种心理主要是现在 然后医院、医院、医院、工作 然后整个的医疗团队等等 第四届国际中医药防癌抗癌科普大讲坛 即首届医患共同决策与交流在线论坛 我们将继续邀请专家一起探索 并帮助癌症患者解决治疗难题 我们想听听你在抗癌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本次大会线上召开 现在报名将有机会与专家进行一对一连线 你还在等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